RTX3090 这是NV30系最强的旗舰显卡 一周前我们已经看过了3080的性能 当时我们说 以3080提供的那个性能 卖5499是很划算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能买到 而在3080之上 NV还提供了3090可选 FE版价格11999元 比3080价格贵了一倍的情况下 这3090又能多提供一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就会拿影驰的RTX3090 Gamer 和大家聊一聊这代NV旗舰显卡的表现 在聊90的规格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手册的这张卡 来自影驰的RTX3090 Gamer 说实话 这一次30系显卡的颜值担当 在我个人看来是公版 嗯? 喂? 噢! 影驰爸爸呀! 没有没有没有 你听我解释 不是 不是 但是 飞宫各家在创意上 还是各显神通的 你比如影驰的这张Gamer 它做了一个乐高积木一样的设计 散热器上的许多组件 都是通过乐高卡扣的方式拼装在上面的 这个罩子就是这样扣上去的 最骚的你知道什么吗? 它这个卡扣是可以兼容真正的乐高的啊? 我拿乐高在这张Gamer上随便搭了一下 哇 感觉在显卡外观逐渐同质化的晶片 这种创意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Gamer这张卡默认是三槽设计 但是包装里也提供了双槽的挡板 方便一些ITX用户更换 这一代的非公显卡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都喜欢做镂空的背板设计 这张Gamer也不例外 尾部这一块是可以直接吹透的 对于散热来说会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可能都是从公版那边获得了灵感吧? 那接下来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赶紧把这张卡拆了看看吧! 拆开之后我们发现 这张显卡用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无热管散热器 而它的PCB虽然是非公 但是布局还是和公版比较相近的 供电接口双8PIN 这次的PCB上最显眼的我认为是显存 这是3090把显存铺满了PCB的正反两面 为了照顾背面的显存 各大厂商也在背板上下了一些功夫 像这一块Gamer的背板就挺厚实的 躺在PCB中间是基于安培架构的大核弹 GA102核心 在之前的3080评测中 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GA102和安培架构的种种新特性 在这里我就简单聊一下3090的情况吧 3090这颗核心几乎已经接近完整核心了 代号GA102-300 比起3080那颗-200的精湛刀法 这个3090待遇还是好了不少的 10496个CUDA核心 实测单精度浮点性能可以飙到37.9TFLOPS 非常吓人 显存部分更加给力 整整24GGDDR6X显存 384位位宽 带宽高达936G每秒 这哪是游戏卡的待遇啊 你要不告诉我这是3090 我还以为它是泰坦呢 只可惜这么强的显存代价也不小 3080的显存功耗我们实测已经达到60W了 而3090你们猜猜这显存有多少瓦 80W?100W? 看好了整整120W以上啊 你没看错 3090光是显存就超过了120W功耗 已经赶上了一颗高端CPU的TDP了 真卡功耗350W 影驰这张卡给到了370W 可谓荡量惊人啊 但即便已经给了这么高的功耗墙 我觉得依然远远不够啊 你看看3090定的频率 这张非公都只有1395Mbps的机频 实测最高Boost也只有1875Mbps 比3080低了很多 实在太保守了 我相信3090如果能火力全开 频率上到2GHz以上 可能连500W都不一定能打得住啊 规格这么吓人的显卡 游戏性能到底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测试吧 首先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i9 10900K处理器 默频运行 主板是ROG M12A 内存是来自影驰的名人堂3600C16套装 硬盘也是影驰名人堂的2TB NVMe 电源ROG雷神1200W 首先还是看一下3DMark的成绩 FSE 24278分 比3080高了14.6% Timespy 19676分 比3080高13.9% 而4K分辨率的Timespy Extreme 得分10225分 比3080高15.1% 哎呀 这个提升幅度好像没有我预料的这么强啊 实际游戏的发挥也是如此 在比较有参考性的大作《荒野大标课2》旧熟中 3090在1080P、2K和4K下 相比3080的提升 都只有3.3%、8.8%和7.1% 全部都是个为所提升 微软模拟飞行 由于CPU瓶颈 我们只测了4K分辨率 即便在4K下 3090和3080的差距也极为有限 这个我叫一针吊打 你们没意见吧 极限竞速、低频线4的情况也是类似 1080P和2K下 3090相比3080 都只有2%多的领先 当然这个和CPU的瓶颈也有关系 4K下稍微好一点 但是3090也就是比3080快到9.7% 它们的差距仍然不是很大 当然4K能跑到160人 我觉得也已经是非常强的了 另一个《虚幻4》的游戏 《星际绝地》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4K分辨率3090可以跑到110帧 比3080快了11.2% 不过也有优化比较好的游戏 比如《毁灭战士永恒》 3090总算和3080拉开了一些差距 2K分辨率甚至跑到了300帧 4K也能达到180多帧 相比3080要快14.1% 总算是接近理论跑分的水平了 光追游戏我们也跑了一下 像Control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能榨干硬件的游戏 3090确实能获得一定提升 4K光追加DLSS也能跑到71.5帧了 地铁的情况更加给力 本来这个游戏怎么都跑不流畅呢? 现在3090至少能做到4K开光追加DLSS跑到60帧了 德军总部的优化倒是很不错 4K光追DLSS152帧 过了这根144的线了 而死亡搁浅的神优化就不必多说了 4K开DLSS品质档都有142帧 表现相当可以的 总结一下 RTX3090相比3080的综合游戏性能 大概领先12.3% 考虑到这两位的价格差了整整一倍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好像真的没有选3090的必要吧?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3090就完全没有用了呢? 也不是 因为3090比3080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显存 3090拥有24G的大显存 如果你打算在8K分辨率下玩游戏的话 这高出一倍多的显存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能玩 一个不能玩的差别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德军总部 在我们之前的显卡上 8K分辨率哪怕开了DLSS 也只有2080Ti能跑出个7帧 其他显卡都是根本运行不了的 而3090直接就能跑到60帧 这就是一个能玩一个不能玩的差别 还有我们之前只能玩一帧的微软模拟飞行也是这样 3090凭借大显存总算能够正常运行模拟飞行 平均12帧 这个12帧当然也谈不上流畅 还是非常卡 但是比起一帧来说肯定是流畅了很多的 对吧? 其他游戏 比如《毁灭战士永恒》 3090在8K下也已经可以接近60帧流畅运行 死亡割前同样轻松跑上60帧 而地平线4跑8K更是能够跑到平均67帧 像《大表哥2》还有《星战绝地》这种要求更高的游戏 8K也都能接近30帧 我认为用3090玩8K游戏绝对是可行的 除了8K游戏之外 3090的24G大显存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有用就是专业性能 比如在视频剪辑软件达芬奇中 3080已经强出2080Ti不少了 而3090则要更进一步 尤其是在8K高分辨率下优势非常明显 在使用OpenFX特效 还有降噪的时候 24G显存都有着好的多的表现 而且不仅是性能上的优势 实际3080在减8K素材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爆显存的问题 这点在3090上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如果你的素材特别特别恐怖的话 那么用3090和3080就会出现一个能减 一个不能减的差别了 30系另一个进步比较明显的是3D渲染 在我们测试的Octane OC渲染器中 3080已经比2080Ti强了45%了 3090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强出17.4% 与此同时 OC渲染器也提供了RTX光线追踪加速 同样开启RTX加速的情况下 3090可以达到2080Ti接近2倍的性能 而另一个软件Vray的测试更是超过了两倍的性能提升 可以说30系的核心规格上的增强 在3D渲染上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此外我们还做了工业软件的测试 SPEC Viewperf 13套件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工业软件 30系卡在这些工业应用中的提升幅度和游戏基本是相近的 如果拿3090和Quadro卡比的话 有一些非常依赖OpenGL的软件还是干不过专业卡的优化 专业软件里唯一一个比较尴尬的是Adobe全家童 我们测下来发现30系在PS、AE和PR中相比20系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对于想换代的内容创作者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最后3090的24G显存在深度学习中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大的显存意味着我可以用更大的Batch Size 任务的并行度更高 训练的速度就会更快 不过目前30系卡刚推出 环境还没有完全适配上 我们也暂时做不了深度学习的测试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展示吧 我们来看看这张影驰3090 Gamer的温度和功耗 不愧是好一点的飞工 温度表现明显要比两张公版卡更优秀 烤机5分钟 温度还是控制在70度以下 虽然没有3090的公版 但是从英伟达的测试来看 温度曲线应该和3080的公版差不多的 频率波动也比较稳定 这张3090 Gamer的烤机频率基本维持在1850MHz到1900MHz之间 功耗这一块3090确实是相当高 360W以上不是开玩笑的 并且我前面说过 显存就占了其中120W 其实这个功耗枪我觉得还是定的太低了一点 这点在超频的时候就会感受特别明显 3080默认已经不太能超了 我们这张3090在不刷BIOS解锁功耗的情况下 只能简单拉一拉曲线 显存也只能超个500MHz 最后Timespy勉勉强强上20000分 实在是谈不上好折腾啊 3090迫切需要一个XOC BIOS解锁功耗限制 不然就完全别想超频了 总的来说 我觉得RTX3090虽然定位游戏旗舰 但它更像一张安培架构的泰坦 它相比3080 其实游戏性能并没有太大提升 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花多一倍的钱去买这张土豪显卡 我觉得是非常划不来的 但是如果你有极致发烧的游戏需求 比如说8K游戏 或者多卡互联 那你除了3090之外 也没别的可选啊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需要大显存的专业用户来说 这3090上万的价格 好像反而还挺划算的 毕竟TITAN RTX光是升级个24G显存 就要卖到2万块钱 相比之下 这3090才卖1万出头 简直良心至极啊 所以这是一张披着游戏卡外壳的全能旗舰 它卖1万2 究竟算不算贵 就要看你买来怎么用它了 当然甜题是 你得先买得到它才说 关于3090的内容 我们其实还准备了一些惊喜 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先卖个关子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